早晨,大家好,歡迎收看《信網早事有計》 我們今天請來友達資產管理董事洪麗萍,Konita 跟我們分析大市走勢Konita,你好 你好 今天是7月最後一個交易日 恆子月初到現在升了過千點 投資者如果想在7月翻新的話,都算有個交代 恆子今早低開後,現在在求運 恆子最近的上落不太明顯 內地明天出PMI,對恆子的走勢有沒有影響 可不可以做到突破 明天出PMI的數字,我覺得是有影響 但早前匯控中國PMI的數字,數據已經比不低 所以我相信現場已經有個心理準備 反而我相信今天,內地股市聲都是因爲 昨天中央政治局會議裏面 都提到未來下半年的整體經濟政策 雖然當中是沒有什麼新意 但市場因爲覺得當地都沒有提到 大家關注房地產的鐵風 所以今天見到,其實升都是因爲一些內房 和中資的原材料庫 另外,我想市場之中都是在等 聯中今晚的議席,究竟聲明出來的內容 以及未來的業績 所以我預期今日的市,雖然不升 但整體行為主,我覺得都會是下一個上落為主 如果收市都能夠站在二萬元 我覺得後來就不太好 中人壽發了營起,說剩利潤最少上升五成 但A股現在的表現其實都一般 營起對股價有沒有刺激作用 還有什麼因素會影響到股價 其實中人壽的營起,我覺得市場都預期了 因為其實它第一季的營起已經是發過 如果你看回今次上半年的整體的盈利 其實如果反映出來,第二季的營利增長 是比第一季的訊息了 所以我覺得今次的營起 對股價的推動作用都不是太大的 未來反映就是,如果它公佈了上半年業績之後 究竟未來會不會在管理程序中有什麼新的策略呢 這個我覺得會對股價有一個比較嚴重的影響 第二就是看回內地股市 始終如果內地股市的走勢還是天日 對股價我相信上升的動力是比較有限的 所以短期我自己覺得這個股份 都會相對其他股份是會考書的 長實明天會出業績 近來公佈了會出售嘉湖銀座的物業套現 樓市氣氛不好,賣不到樓 是不是可以賣資產幫補一下呢? 接下來會不會繼續用這一招 我覺得因為長實今年賣樓方面 實際上是比較收入方面影響得很大 所以如果你說透過出售資產 令到它有些非經常的收入 我相信這是其中一個方式 始終它手上可以出售的商場 其實也不少 所以接下來我覺得 都會有這樣的機會 進行一些出售資產 但問題就是 似乎它本身目前 經過這次的收購之後 它的負債比率已經去到35%以上 所以究竟它能不能夠 再有這樣的空間 來做一些大量收購呢? 這個我相信反而是一個疑問 所以接下來我相信 詳實就看看究竟 它就算出售資產的話 究竟是出售什麼資產 就未必再直接向這個負債產業 去出售 Cornita 今早有沒有股份可以推介? 其實近期我覺得都可以留意一下 一些基建股 特別是一些鐵路相關的基建股 所以都可以和大家推介 就是中國中節390 它第一季的營利 第一季的合約增長得比較明顯 而上個月再獲得80多億的審約 這個其實已經是相當於 它截至第一季尾的時間 那個手頭合約的200% 所以對於它接下來的業務的增長 我覺得都會比較大的 另外就是中央政府 都開始恢復對於鐵路的發展 而政治的因素 或者政策的因素 對於鐵路股 我相信已經是比較小 所以中鐵陣營的股價 走勢都比較明顯偏強 所以四個一留下的位置 我覺得都可以分別來吸引 Cornita有沒有持有上述的股份? 沒有持有的 今早很感謝Cornita的分析 早是好解 明早再和大家見面 明天